怎麼過最近呢 中國大陸的快艇翻覆 兩死釀成的風波 影響的層面真的是非常的大 現在已經逐漸的升溫了 甚至還出現了造假海委會主管 主委 抱歉 主委管碧林的通訊軟體的 對話認知作戰了嗎 因為網路上就有瘋傳 這個管碧林告知前立委段儀康 中國兩個漁民該死 越界不撞他們的船 他們只會越來越囂張等等的語言 甚至社群的 這個一些的這個 這對話是很年輕化的 還出現了比如說什麼監管啊 堅決啦等等的中國的用語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這兩張的圖 原版是什麼以及被篡改的是什麼 被篡改的就是中國兩個該死的漁民 不撞他們的船他們會很囂張啦 blablabla等等 還說這個壓力必須要挺過去 那他就已經釋出了一個原版圖 就說呢這個 他就說這個 他講的當然就比較 包括像是什麼同性的婚姻家庭的形態啦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民法親屬等等啦 兩個是完全不同 只是剛好這個截圖是管媽跟小段 段儀康 那他就有說啊我對同仁 我知道同仁對於這個議題啊blablabla 就是他就講了一些 其實跟整件事情是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也是呢 在這個2017年鏡週刊報導 管閉林跟段儀康的對話 只不過就是因為有這個截圖喔 現在就被網友篡改 而且還變成一個這個簡體字的一個獨家的爆料了 那甚至段儀康原本的話呢也變成什麼 海巡姻署影像堅決不能給媒體啊 否則事情會越讓越大啊 現在呢管媽壓力巨大 只要挺的過去blablabla 他就想了很多 那他就有說 其實這個的截圖出現在哪裡 是在這個 中文論壇 在海外的中文論壇的一個留言網 而且是在2月14號發布的 好那現在呢就有知情人士說了 這個截圖對話呢 其實兩件事情是完全不同 好兩件事情是完全不同 且呢他們用的一些用語呢 是比較對岸的一些用語喔 那也造成兩岸對立 很明顯是認知作戰的一個操作的手段 好就是要來抹黑台灣 好那現在呢 因為那帳號呢 是不斷的被封傳 這個照片是不斷的被封傳 那該怎麼辦呢 最近呢管閉林跟段儀康的對話被造假 甚至呢還有出現什麼要刻意不給影片啦 製造一些訊息啦 那徐曉星在臉書上 又貼出這個LINE的這個截圖 就問說 欸到底你們有沒有人在下指導期 就公開問了2月23號的LINE對話的截圖 是造假嗎 因為整件事情呢也變成 藍綠的一個攻防戰了 因為包括呢 管閉林有說啦 請大家來說明一下整件事情喔 包括的是海上的這個三五船舶 這個陸地上就是沒有駕照 開沒有車的排上路啊等等 他其實就在講整件事情 只不過現在呢 徐曉星說他要支持海巡 那個包括的是 到底有沒有像這樣子的高風險 還有這個圖 LINE的對話解說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喔 只不過現在洪生翰呢 他就說啦 其實按照徐曉星的說法呢 根本是在暢和中國 讓台海內海化 那現在呢整件事情到底軍方會不會介入呢 現在大家也都在問這個軍方現在的問題了 只不過 只有因為有這個認知作戰的整件事情的對話曝光 所以把事情搞得越來越複雜 那剛才就有說了這個 真的是管碧琳PO文有嗆所有的認知作戰嗎 還是說整件事情呢 他被妖魔化 其實管碧琳他本身 他現在此刻是很生氣的 但是現在 徐曉星又在公布了一張LINE的對話截圖了 質疑管碧琳到處在綠營的群組的下指導機 要大家來幫他擦屁股 整件事情呢 越來越模糊 這個越描越黑越來越模糊 而且還有人說是試圖想轉移焦點嗎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 我想喔 這個洪生翰委員呢 不管是實安或是兩岸關係 然後還有包含這次海巡的事件 通通都只在幫民進黨政府擦枝抹粉跟護航 否則我所PO出的這個LINE對話是不是真的 管碧琳應該自己出面回答嘛 現在是一個真相未明的時候 如果有任何想說的事情 想解釋的事情 管碧琳主委是不是都應該向全民來說呢 為什麼有話只能偷偷摸摸的 跟民進黨的立委說不敢站出來跟全民說 所以 對於扣船也好 對於驅離也好 兩個手段當然都是 海巡執法的正常跟正當的手段 而這次做了什麼樣的選擇 原因是什麼 這當然也是要由不管是海委會或是海巡署 出面對全民說清楚 那怎麼會變成是說偷偷摸摸的 在LINE群組裡面跟特定的綠營的政治人物 拜託他們出來幫你擦枝抹粉呢 我所質疑的是這個 所以我再一次強調 管碧琳主委如果有任何話想要說的 想要解釋的都應該要站出來公開跟全民說 而不是只是跟民進黨的立法委員說 所以我想洪生漢是也扭曲了我的意思 不過我想他可能文章也看不太懂 所以也就放過他吧 但是洪生漢看不懂 不代表管碧琳看不懂 不代表民進黨政府看不懂 所以真的希望有任何需要對外溝通的事情 不要只跟民進黨講 要這些立法委員幫你擦枝抹粉 請站出來跟全民說明 好我們這次就要來掌握的是 在這個翻覆事件之後呢 整件事情還在持續的延燒 現在呢還傳出認知作戰出現了 海管海委會的主委 管碧琳25號貼出了LINE對話截圖 痛斥說認知作戰誇張 因為非常完整 身材把它妖魔化 那現在呢 這個徐曉星的臉書PO文反問 管碧琳2月23號的LINE對話截圖 到底是造假的嗎 甚至還指出說 管碧琳有沒有在到處綠營的社群的媒體 還有包括像是組織 以及群組內下指導旗呢 請他們來幫忙善後 好讓他也覺得說 為什麼不能自己跳出來 幫自己解釋呢 李永平就表示說 管碧琳公佈所謂的認知作戰的對話截圖 把自己營造成被害者的角色 但是所謂的造假截圖 是管碧琳自己公佈的 真的是對外的網軍所為 有沒有可能會是反串又再反串 自導自演 管碧琳呢 出來喊冤 自己想說中國大陸對岸 死了兩個漁民 所以呢 有死人的是受害者 所以他希望他自己不需要道歉 也不要負政治責任 所以他也假裝是被害者 所以他假裝是被害者的方式 就是去公佈一個說是造假的 這個賴截圖 說這個管碧琳說 啊死兩個人呢 本來就該死 然後說這個段儀康的 小段的這個頭像呢 根本是假的 那事實上這個造假的截圖 由誰公佈的呢 管碧琳自己公佈的臉書耶 那到底這個截圖是 中共的認知作戰 對方的這個駭客 或者是對岸的網軍所為 還是說你們自導自演呢 不要忘了 民進黨是養有龐大網軍的 說不定他們為了給管碧琳解套 他自導自演去搞了一個假的截圖 然後自己又出來喊冤 說你們看 你們看我也是可憐的受害者 我也被認知作戰了 我又被鎖定了等等的 現在民進黨呢被管碧琳這個 這個調動出來要替他護航的 這些不分區立委 他們的這個指控的對象呢 都是歪樓去打許巧鑫 問題是許巧鑫是一個就默不作聲被你挨打的人嗎 所以當許巧鑫反手一擊丟出真正的line的對話 尤其是這個line的對話是立法院民進黨的成員的群組 然後他公佈的這個管碧琳下指導旗 請立法院的人怎麼樣給他聲援 怎麼樣幫忙的這個說法 那管碧琳還可以否認說這個截圖是假的嗎 還可以自己又偽裝成是一個無辜的小白花受害者嗎 所以我們看到今天真的非常的不耐煩了 你管碧琳你作為政務官 你都不要求你有沒有風骨 拜託以中華民國的蒼生為念 你不要再以你個人的政治前途 跟你想要刷聲量的這個網路流量 你不要再只是想到你自己個人的政治利益 好 那持續還要來掌握的是 現在的密錄器交不出來 那也讓整件事情變成了就是各說各話 那翻覆釀成兩人死亡 那海巡執法的過程沒有錄影搜證引發爭議 對此王宏偉直言說 離島海巡密錄器的配付率是否嚴重不足呢 金門 澎湖 馬祖更是不足一半 26號今天他也秀出了密錄器的數量統計 好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喔 整個這個數量的配置呢 總共是1823台 那裝編率呢 編裝率是88.1% 那這次呢 發生在金門海巡爭議的金馬棚分數 配發的數量是398 現在有204 那等於說呢 這也只有51.26%的編裝率 那現在在東南沙編數呢 現在也只有23.08% 等於說 其實有些人是出勤的時候 是沒有密錄器的耶 那也是他結言說實在太誇張了 說海巡署108年到112年的編列的預算當中 5年來和計支採購了1358台的密錄器 那過去5年為什麼都沒有補足呢 114年呢 要來補足3061台密錄器 如此的行政效能真的有辦法迅速補足嗎 跟你的5年時間都沒有 那接下來該怎麼辦 又發生類似事情的時候 沒有密錄器在身上 能自保嗎 他也覺得我們的國家太誇張 那繼續還要來掌握的是這個 整件事情呢 兩名愚蟲死亡 那現在管壁林管媽是認為說有個認知作戰 他自己是個受害者 對此黃靖平就批評說 現在管壁林呢把自己呢 跟這個基層海巡人員綁在一塊 他要告訴大家的是 你們如果攻擊我批評我 等於是在攻擊我國的海巡基層 讓他直呼太誇張 你是海巡的大家長 你是海委會的這個主委 你真相沒有講清楚 你還用這種方式似似而非 然後想要掩蓋過去 然後似乎想要把這個焦點再轉移 轉移到說認知作戰啊 大家是真相攻擊他 真的這個對他做一個什麼人身攻擊啊 情緒性攻擊啊 然後說他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你是一個政策決策的負責人 那當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以後你要怎麼去應對 海委會跟這個海巡署 你有沒有一套的整個完整的SOP 就算有 為什麼你這次沒有拿出來 為什麼你這次沒有整個發揮 他的原來的效果 然後你這個時候 再把這個責任轉嫁 然後故意顯露出說 有人在網路上好像一個集團 是能這個在後面操作 針對他 要對他做一個清算啊 如何 就像這個他現在把這個 我怎麼知道你這個是不是自導自演 我也可以說你自導自演啊 你說是認知作戰 我還沒看到網路上真的有在傳這一段 你這一段 也沒有辦法求證了 到底是誰丟出來這個東西 我可不可以說 我大膽的說 是不是你自己自導自演 丟出來說有人要打你或幹嘛的 然後在網路上故意假照這樣一段 但這個過程當中 沒有人能夠去證實 只有管閉了你 可是你在這個時候 卻把這個矛頭導向說 認知作戰啦 就是要這個修理他啦 他想要把焦點轉移到說 這種同仇敵愷 然後對岸是處心機率的 然後要對付他 然後用這種方式 把這個海巡人員跟他 他現在想要把自己跟海巡人員綁在一起 那綁在一起的作用跟目的是 認為說我們本來就是同一條船 但是呢他綁在一起的作用是說 你看現在對岸攻擊我 攻擊我就是攻擊海巡 攻擊海巡基層人員 所以你看到其實他們學到了很多 把基層人員當成人質也好 漏票也罷 當他們應該負起政治責任的時候呢 去把這些東西轉化為 人家對他的這個政治攻擊 然後人家對他的一個這個清算 然後把他們作為這個防火槍 我真的覺得很不屑他們這種做法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這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過eted 臀朦 很方便 作詞